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这位装扮得像女将军一样的人物 这位人物就是护三娘 仪仗亲护三娘 她出自我们四大名著之一的 《水浒传》当中的一个人物 所以你看她头戴的是一个古代的钢盔 然后身穿的是铠甲 当然我们的铠甲是用刺绣来表现的 那么这个古代的将军 他要上场之前会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动作 你看这就是铠甲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而身上你看它是有花纹的 这种花代表它是一个女性的角色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护三娘 在上场之前她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 好不好 首先是整观 然后这是紧我们的铠甲的动作 这样就是我们说出发之前 要整理自己的这种装作 所以 being ready to go 对的